大家好,我是阿鵬,今天跟大家介紹這個橡皮鴨二重窗 我們現在先看看如何過來這裡 在金鐘站E出口有一個6米高乘24.5米闊的超級巨型玻璃 我們現在上去看看 上去E出口的扶手電梯 都會看到很多鴨仔在旁邊等你一起上去 據報導說有24款香港特色的造型 大家可以來看看 喜歡這個,很有趣,沒有絲頭,還有點心 來到這個24.5米闊的玻璃幕牆 鴨仔在金鐘站E出口的地鐵站E出口 如果要去鴨仔的地方看,就可以上橋 在旁邊去,辦到政府大樓過去就是了 或者你可以去這邊,總之海富專心過去都可以 我們現在過去吧 4PAN都轉了做鴨仔了 2,3,3 一響完鴨仔後,鴨仔就在回戰那邊慢慢地游過來 那兩隻鴨仔就在附近的環境 在這裡繞來繞去,現在面向尖沙咀方向 然後就會向這邊金鐘 一響完鴨仔又開始拍攝了 一響完鴨仔的畫面 圍觀和打卡 這個位置比較高 適合打卡 如果在下面也可以,但用彎曲會比較闊 這個位置就是它的最終位置 應該要結束了 在草地和中間的打卡就是最好的 這個位置很漂亮 這隻鴨子是... 我告訴大家 在這裡打卡就可以了 看到Angela,我等一等 我們再給一隻鴨子Angela 好,去打卡了 經常有人說Angela和我什麼關係 她就是我的屋屋同事 她的同事是非常欺負我的 什麼啊,什麼說這些啊 我只是邀請你幫我拍照 什麼欺負你啊 好了,今次的橡皮鴨耳重頻道 分享就到這裡了 下次的分享再跟大家見 好,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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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